我现在在Big C 然后大家就是疯狂的买 我身后有一辆车 真的超夸张的 在这翻 天哪 这个人是打算 五个月不出门了吗 还怎么样 我买太多了吗 这个是电影院的售票处 现在完全关闭 都没有人拍 世界末日的感觉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吗 Swaalika 我是哲哲 今天哲哲我呢 要来给大家带来 曼谷最新 COVID-19的最新状况 其实呢 哲哲我想要拍这支影片 还蛮长一段时间了 不过大家知道 这段期间以来 有非常多的新闻 每天的资讯也不一样 甚至还有假新闻 所以呢 我整理了好一段时间之后 才开始拍这个影片 今天在这个影片里面 告诉大家的资讯 都是我自己在曼谷的亲身体验 我们就 Let's go 现在在泰国各大媒体 常常可以听到 Wicked 这个字 Wicked 这个字的中文意思呢 就是危机灾难的意思 整个COVID-19 不管是在全世界 或是泰国 都被认为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危机 首当其冲呢 就是旅游业 现在不管去各大饭店 甚至是机场等等 都不会看到有任何的游客 游客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甚至我有一些 做旅游业的朋友们呢 他们都被流石停薪 大家我现在在那个 Sentanglo水门市场 就是很多人喜欢来买衣服的地方 可以看到我后面所有的店都 关起来了 其实还有一些零星的店 开着像是这边 可是完全都没有人 只有像我这样子 浪幽烈流浪的人在这里 但是其他的店都关起来了 我现在在这边 我现在在这边 在这边 我现在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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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他广播说 因为啊 政府现在 说要关闭所有的百货 所以从明天开始呢 一直到下个月的12号 这个百货整个都会全部关闭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言了 各位 前几天呢 我跟我的朋友 跑去 帕泰巴都皮 鬼门泰式炒河粉那边吃饭 那我们就问了店员说 诶 有没有人 店员的回答就是 不只是这些旅游名店 没有了客人 甚至是一般的饭店 一般的餐厅 都没有客人 你不客人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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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货公司更不用说了 已经到了 没有人必须狂打折 吸引更多的人去购买商品 打护着 可是都没有人 好扯哦 一般来说周六会很多人 可是你看特价 完全没有人 诶 店员在那边空等着 耶 所有有卖卫生纸 口罩 消毒酒精的地方 通通都被一扫而空 以上讲的状况呢 在全世界应该都非常的普遍 到处都看得到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三个 在泰国才有出现的状况 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有趣 第一个呢 是消毒 一般来说消毒呢 就是量体温 然后擦洗手乳 对不对 在泰国呢 出现了一种全身消毒的状况 那天我在网路上看到这个影片 我真的是笑到不行 我不懂的是 为什么他要拿那个 消毒的东西来喷脸 而且那个东西真的是酒精 对吧 如果这酒精 他喷脸不会很奇怪吗 也太可爱了吧 第二点 口罩 口罩是这个期间呢 不可或缺的一个商品 对吧 那在泰国推出了一款 有僧侣加持的口罩 这个口罩呢 上面有一些图案对不对 如果大家对泰国 有一些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 这个图案呢 有点像是台湾的门神 或是土地宫那种概念 一般的新建筑 新车 或是新买的公寓 都会办法会 然后请僧侣来画这些符号 让整个地方受到了 佛菩萨的加持 也就是说呢 那个地方是有门神的 如果把这个概念套在口罩上 我应该可以说 这个口罩是受到门神加持的口罩 而且重点是 还有很多人订购哦 好可爱哦 我也好想要一个这个口罩 第三点 就是在泰国出现了 COVID-19的医疗保险 在华人世界 至少我所知道的台湾 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保险的 因为一定会被大家说 这个是赚国难财 可是在泰国呢 有这样子的保险 就是专门保COVID-19的医疗保险 那这个医疗保险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都提出了这样子的方案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案 对于COVID-19医疗保险的资料呢 我是从Guntei Plakit这个网站 找到了一个所有 整理所有医疗保险的表格 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保险公司 都推出了保险方案 这个它写的是 Bia Bakan 是每年付的 一年付一次 有99块、199、299 最贵最贵的呢 就是1300块钱 那这里呢写的是 意思就是如果你检查出来了 你得到了COVID-19呢 那你就可以立刻得到 153万、5万、10万 最高最高呢 是这个公司 它会付你20万泰铢 在这一行呢 它写的是 意思就是 如果你是因为COVID-19而丧失性命的话呢 最高你可以拿到150万泰铢 而且只有这家公司有哦 其他家公司都没有 关于COVID-19这个保险呢 我想要再补充一点点资讯 其实在台湾也有类似的保险 可是台湾的保险比较像是 把医疗保险升级 然后coverCOVID-19 用法定传染病的名义 来coverCOVID-19这个部分 可是在泰国的部分呢 是你可以单买一样保险 然后就只买COVID-19 这个保险它负责的就只有 心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部分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泰国卖的这个COVID-19的保险 才会特别的便宜 年费只有1000多块 所以台湾跟泰国 结构上是不太一样的 哲哲呢 我自己对这个COVID-19 医疗保险呢 保持比较中立的态度 台湾的观众应该会觉得 这个就是国难财啊 你怎么可以用COVID-19 来赚保险费呢 可是站在个体户的角度来说 如果我真的得到了 这个COVID-19的话 我是不是比较有保障呢 所以我自己是持一个 比较中立的态度 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你觉得这个是赚国难财吗 或者不是 麻烦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还蛮想知道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的 不管你是说泰文或说中文 我都看得懂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泰国政府是怎么样应对 这个COVID-19的危机 首先呢 在口罩方面 跟台湾比较不同的是呢 泰国政府选择的是 定点 定时 发送口罩给民众 一个人可以拿一包 一包里面有四个口罩 那只发了两天 18号到19号 再来呢 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是 泼水节的部分 各位观众 今年4月 泰国泼水节取消了 不管是任何大型活动 或是私人的派对活动 都取消了 也就是说 今年4月来到泰国呢 完全不会有官方举办的 泼水节活动 据说好像要延期到 7月或是7月之后 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要等泰国政府他们去讨论 然后有任何更新的资讯呢 哲哲我再跟大家说 然后从18号开始 泰国政府下令 关闭所有密闭的运动空间 包括健身房 泰拳馆 三温暖 等等等等的空间 都被关闭了 那各大运动房 健身房呢 也推出了相应的应对政策 他们现在呢 在粉丝页上 开始直播 团体课程 所以就是打开粉丝页 就可以开始运动了哟 接下来呢 我要讲一个 我个人比较有意见的政策 就是出入境的政策 泰国现在从22号开始 如果你要入境泰国 从外国入境泰国的话呢 如果你是外国人 你需要有以下两个证明 泰国民航局 前几天发出了一张 新的入境规定声明 分成了外国人跟泰国人 外国人的规定呢 非常的非常的 个人觉得有正义性 因为第一点 他写的是 第一点呢 简单的翻译就是说 你要入境泰国以前 必须去检查 你有没有COVID-19这个病毒 而且这个检查呢 必须在72小时之内 进行 如果超过72个小时 那将检查证明呢 就不算数 也就是说 你必须去受到医师的检查 证明你没有COVID-19这个病毒 之后 你才有办法登机 可是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因为不是任何要登机的人 都很容易找到 可以检查COVID-19的医院 而且要在72小时之内检查 可是那检查完之后的那段时间呢 再来我们看第二点 这一点的意思就是 你要入境泰国之前呢 你必须有COVID-19的保险 而且保险金额 保金最低最低 就是10万USD 10万美元 相当于300万台币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没有以上这两个文件的话呢 航空公司有权利拒绝 发boarding pass给你 而且可以拒绝让你上飞机 不是你在台湾的健保 或者是台湾的医疗险就有用 是你要cover海外的部分 也就是说你在泰国如果进行了医疗行为 那你这个保险是会付这个医疗费的 这样子的保险呢 才可以被当作合格的入境证明 所以现在要入境泰国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 然后相对来说呢 对泰国人的政策就比较宽松一点 怎么说呢 在刚刚那个文件第一点 它上面写的就是 如果一个泰国人要从外国回来泰国的话呢 他一样要有医师诊断证明 可是呢 那个诊断证明上面 不用诊断你是否有COVID-19 而只是需要判断 你到底适不适合飞行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要有当地的大使馆 为你出一张证明书 证明你是要从当地的国家回去泰国 只要有这两个证明 你就可以登机 然后回来泰国 那一样 如果少任何一个证明 航空公司是有权利拒绝你登机的 关于这个泰国的出入境 新的政策 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不太合理 以外国人的角度来说的话 不是任何国家都有COVID-19的保险 那也不是任何一个人都有 非常方便的渠道 可以去检查他有没有COVID-19 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你觉得这样子的政策是合理的吗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接下来呢 哲哲我要讲比较敏感的话题 就是种族歧视的现象 在开始以前呢 我想要先提醒大家 我等一下提及的例子呢 是一部分的泰国人 不能代表所有泰国 接下来我提到的例子呢 也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也只能代表我个人的立场 如果你要问我泰国现在有没有种族歧视的现象 或者是排华存在的话呢 我会说有 而且非常明显 从年初一开始 COVID-19爆发的时候呢 就有非常多的店家贴出了拒绝服务中国人的招牌 一直到现在 我有一个美国华裔的朋友来到了曼谷 那天他跟他的美国白人朋友去剪头发的时候呢 突然就有一个泰国的店员走过来 非常凶的跟他说 请他戴口罩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但是那个泰国店员跟我的美国华裔朋友说完这句话之后呢 他就走了 在店里面同时有非常多的泰国客人以及白人 那个泰国店员他没有去跟其他客人讲这句话 他只跟我的美国华裔朋友讲这句话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的定义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一样的立场之上有不一样的标准 大家知道我的论点吗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呢 不是你戴不戴口罩 而是如果你觉得应该要戴口罩 你就应该要去跟每一个客户说 不管他是泰国人老外或是美国华裔 你都应该要去说 那天我朋友跟我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就觉得非常心理不平衡 我就把我们的对话截图下来 发到我的泰国文粉丝页上面 那下面的粉丝留言呢 老实说让我有点吃惊 大部分的留言是说 他们并不觉得这样子是一种种族歧视的行为 简单来说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呢是戴口罩本来就应该要戴 保护自己也保护大家 这个我同意 第二个呢 我看到有人留言说 老外他们本来就没有戴口罩的习惯 戴口罩是生病的人才戴 所以 那个泰国店员没有去跟老外说 其实是合情合理的 你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人的外表 然后去规定他做不一样的行为 这个就是种族歧视啊 但是我必须说呢 也有非常多的泰国粉丝私讯告诉我说 他们觉得那个泰国店员的行为呢 是不妥当的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啦 为什么不在下面留言呢 老实说呢 这跟泰国人的个性有关 泰国人是一个喜欢平和的民族 所以很多事情呢 他们不喜欢公开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是这样子的例子呢 其实也不仅仅发生在泰国 因为其实在下面的粉丝留言呢 也有人告诉我说 他们在台湾也受到了 被歧视的待遇 所以呢 我觉得在此要呼吁大家 冷静好吗 不是所有从外国来的人都有病 不过我同时也很想知道大家的看法 不管你是泰国人或台湾人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对于我华裔朋友所遭遇的事情 你觉得这是一个种族歧视吗 还是不是 到目前为止 你对泰国疫情的看法是什么 哦 我觉得泰国比较没有 一开始本来就没什么危机意识 然后现在有一点在回房的感觉 你知道今天 此时此刻今天是 3月20号 今天有一个明星 有去人籍 你知道明星会接触很多人 然后 都是很危险 而且我觉得他们 没什么危机意识 对就是 当有人在咳嗽的时候 就跟他讲说 叫他戴口罩 然后那个人跟他讲说 这不是病毒 就是自己疏忽了 然后自己觉得自己不会中 然后有可能自己就是潜在危险 这个是 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泰国人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现在是有问题 我感觉到很细胜 吃一点 没有感觉 有感觉 在说 那些草率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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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被人 知名的 这是每个人 所有的事情 对 如果是一个过程 的 人们 做食物 都不可以 做食物 但是我认为了 但是我认为服务的服务 但是当我认为了 但是有完整的帮助 人们就说 我可以这个食品 因为我没有在干净 我可以 就说我可以 我可以在干净 但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像是一样的 只是对的 以优惠得的 以充电器 以优惠的 也有什么 但是在组织的 也有一种 你覺得BOB他的看法是正確的嗎? 請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老實說我覺得他的神經有點太過於大條了 COVID-19這次的危機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呢 我覺得造成了很大的產業損失 以我自己從事的社群網路行銷來說好了 一般來說只要有任何華語世界的廠商呢 他們想要進入泰國市場 網紅行銷通常都是我的公司在執行的 因為現在發生了這樣子的危機 所以那邊的廠商他們無法工作 一直到三月的時候呢已經慢慢慢慢開始好起來 可是泰國的狀況呢是慢慢慢慢的在變糟當中 所以你看前三個月沒有辦法工作 接下來往後三個月看起來應該也是無法工作 所以你看你一整個年四個quarter 就有兩個quarter不見了耶 最後呢藉著這個影片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不管現在有沒有這個COVID-19的危機 有一些東西呢我們還是要堅持住的 比方說公平啊正義啊衛生啊 禮儀廉恥道德概念都應該要堅持住 不是因為今天有這樣的危機發生我們就可以放棄 沒有 身為人 這個就是我們跟動物的區別懂嗎 如果我們丟棄了這個東西 那我們跟動物又有什麼差別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你還有想要知道的資訊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知道的話呢我就會去回覆你 好的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說理他 給看到最後的你呢一個小小的彩蛋 哲哲我最近在看這一本書探索泰國 是楊俊岳博士這幾年在泰國下來的一些 研究泰國文化的心得 裡面呢深入潛出了探討很多很有趣的議題 比方說泰國食物啊為什麼這麼酸這麼辣 泰國的榴槤產業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非常的有趣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連結留在下面的資訊欄 OK就這樣囉 推薦這本書